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一位男人意外遇到了一位青春美丽的机器人 只是短暂的接触后,男人的一辈子就全部献给了对方 究竟是爱还是责任,究竟发生了什么,还请你听,我说 世界大雪纷飞,爱的白雪覆盖了一层又一层 世界在经历大战以后,正逐渐开始走向灭亡 天空上都是历成浓厚的白雾,曾经的蓝天白云早已不复存在 前进的世界,能够总数只剩近十万 无边的白雪中,一位满头引发了老人挣脱的雪窍,简单的前进 一步又一步,他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 最终,老人倒在在雪地上,被他蓝天白雪缓缓淹没 而在一株飞气教堂旁的蠢子,也仅剩三个孩子 世界上的人越来越少,这些孩子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三人偷偷从村庄跑出去玩的时候 挖出了被埋在雪里的那个老人 被带回来的老人并没有离世 他喝着富人递来的热茶,感觉自己真的活过来了 这个连老的老人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样东西 为此,他拖着雪窍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 后来听说来到这个村落就能找到 于是,他就来了 大战后的世界一直承受着辐射污染的侵害 对基因遗传的影响随处可见 当救他的孩子们进来以后 这个连老男人告诉孩子们 他在水窍上拖的那个机器 是看星星的工具 富人激动了起来 原来,这个老人就是他从小听说过的星之人 他从小就梦想能够见到星之人 小时候的老人跟现在的小孩一样 他也没有见过星星 一切,只要他与他在封印都市相遇后 才开始发生了改变 说到封印都市 那里有为了保护城市或是外地入侵的队人战车 即使腐朽,也能看基石守护者废墟 那个时候的老人是个城市猎人 当他躲避队人战车的攻击时 意外进入了一座废弃的百货公司 在鼎城,他进入了星象馆 里面有一个漂亮的女机器人 她是星象馆的解说员,星野梦美 老人是梦美等了29年81天以来的第一位客人 梦美邀请老人去观看星象馆的特别反应 那里是星空的世界 但是当他准备放映时 却发现被称为叶娜小姐的放映器坏掉了 梦美是一个机器人 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几个人类了 梦美邀说馆长还有工作人员的存在了 然而他一直认为馆长他们是去旅行了 每天都按照程序设定在星象馆里工作 看到叶娜小姐坏了 梦美向蓝人致歉 并说已经通知工作人员来维修了 并且一直在挽留她 毕竟29年以来这是第一位客人 梦美说为了不让人类感到不安和不快 她只有拼命努力地工作 这是身为机器人的农幸 没想离开的老人 最终还是回去修理了这家投影仪 其实她也想要看看这所谓的星空 究竟到底有多美 至于原因 可能是因为梦美的原因吧 过了几天 丁娜小姐终于修好了 投影的一开始是一场小雨 随后太阳东出又西沉 满天的繁星矮乐 眼前的满天繁星 顺随和广固无音 瞬间照亮了老人的眼睛 自从世界大战后 天空的黄色雾霾就再也没有消失过 这是多么壮观的星空 像梦一般 近代的世界 梦美就是万能的解说员 星空是她的后花园 公主 怪物 神明 都是如她所想 听她吩咐 然而要开始特别放映人类梦想的时候 丁娜小姐没电了 老人决定到梦美直接解说 在梦美的解说中 老人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从人类起源 到人类一步步飞翔太空的世界 和平又美丽 快乐了人类世界 这是所有人的梦想和期待 虽然现在的世界重置着各种问题 但是梦美相信 所有一天的人类能够在星星的世界里 自由翱翔 千年以后的星空 繁星万里 男人最后在解说中 安心地睡着了 当老人醒后 要离开星象馆时 梦美决定跟她一起出行 行走过程中 梦美为她接手商店 老人在飞机的酒屋中 找到了一瓶酒围的烧酒 在继续赶路的时候 梦美不断地摔倒 是因为机器人的她 从未走出过星象馆 对于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都不知情 梦美告诉老人 这一张神许的愿望 是在天国里 不要把人类和机器人分开 因为 她一直想在人类身边工作 老人听完后 别挪有所思 要想实现这个愿望 就不能让梦美停电 所以必须带她离开这个都市 老人想带她离开 带着她去做一个 简单的行动投影仪 然后游利世界 为此 首先需要突破 极其防卫队的防守 男人在攻击蜘蛛战车的时候 失误了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于是 只用洛伯躲避攻击 然后发射两枚子弹 打中了战车的腿 但是 自己的腿因为战车猛烈炮火 被砸断了 蜘蛛战车攻击男人头顶的建筑 石块不断地砸到男人身上 垂回之际 梦美走向蜘蛛战车 吸引了注意力 老人趁机发射最后一发子弹 战车和梦美都在一瞬间被炸飞了 梦美的肢体坏掉了 还有600秒 到即时 就将永远无法启动 还没有她曾实现愿望的道路 就已经结束了 这600秒 梦美给老人看到她记录的所有客人 她也早就得出了不会再有客人参观星象馆这个结论 不过 她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系统错乱 坚信 一定会有人类来临 所以 当老人来的时候 她就非常的高兴 认为客人并没有忘记自己 然而 当她走出来世界后 发现坏掉的 不是她 而是这个世界 梦美要求做最后一次记录 于是老人告诉她 在墙的另一边 还有梦美新的职场 让你有新的头领仪 有很多人类 同事 和满场的观众都在等待着梦美 大家都在期待梦美的解说了 以后 你就可以在那里工作了 所以 能不能不要离开 对梦美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堂 最后 梦美喜仇老人把她的记忆卡带走 如果有一天 能够在新的GTD 她就可以继续 为人类工作了 蓝蓝在云中哭泣 梦美说她 也好想流泪啊 终归 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蓝蓝带了这张记忆卡 开始继续上路 一直走到了今天 满头引发 从曾经男的温风丧胆的城市 烈人 变成了路径 人人崇尚的 星之人 在回忆中 回来的老人 想要三个小孩 李莫 约伯 路德 帮忙做一把伞 他们四个人尽心尽力地帮路走 一起组装 星空投影器 做完之后 三个孩子在伞里 看见了同会见过的星星 和月亮 孩子们 和老人当初第一次看见星空一样 将这个场景 铭记于心 不过老人 如今已经生命垂危了 村落里的人 还是因为资源紧缺 请求他离开 和老人在离开之际 突然看到孩子们祈祷的女神像 是一个自动人偶 一个合装在梦美记忆卡的机器人 他找了好久好久 真的找到了 他激动的昏厥了过去 最终 老人在梦中来到了梦美的世界 他们重逢了 老人变成了年轻的模样 梦美感谢老人 把星空传递给了那么多人 一切的心酸和牵挂 在这一刻 全部释放 泪水 顺着脸颊流下 终于 老人此生 无憾了 片名 星之人 最后梦美 其实并没有复活 老人也并没有将芯片 擦进人偶 在梦中的天堂 那些在放映厅的人 其实 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他最终 还是来到了这里 整部影片的视觉体验 非常的棒 有衷的推荐路人观看 而整部影片当中 这记忆深刻的话 是我们所说的 无论身处何处 都不要忘记自己头顶上 那块美丽的星空 在那个充满战争的时代 星空对于很多人来说 根本没有意义 吃饱穿乱 都是一个问题 自己的生命 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危险 虚无飘渊的怀恋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星空 只是一种举例罢了 这个世界 也有很多被战争夺走的东西 它们即使消失了 也有无数人在寻找 有些存在 无论何时 都在等待你的出现 就像星空一样 满电的星星 正等待你的抬头 有些美好 它是永远都存在着的 故事的情节 大致 就是这样的描述 刚才连续性格 也是影片的假分享 老人和梦美 到底是爱情吗 有人说是 有人说不是 中期一生 老人都无法忘记梦美 中期一生 老人都在重复梦美的工作 中期一生 他们的愿望 都是希望 其他人和人类 不要分离 如果这不是爱 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